小小身躯伤痕累累 而虐事件不断上演 尤其新北市儿少保护通报案件 占全国18% 位居全国之冠 因此新北市成立儿少保护大联盟 对暴力零容忍 个案一发现之后 我们就会立即进行通报 通报完之后即刻救援 然后积极的来做处理 所以我想在107年成立之后 我们的案件其实是有上升 不过这个上升 我觉得是把犯罪黑数能够挖掘出来 挖掘出来才能够真正的还被害人 儿童一些公道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医疗体系进行伤势治疗及研判 司法 摄政 警政 大串联 达成24小时内 启动保护调查与救援机制 但除了后端处置 也希望能做到早期介入 年轻父母 他的亲子教育能力不够的 那我们透过一些 在之前我们就请 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师 或者是我们的护理人员 去介入做教导 让他们的亲子能力能够加强 绵密的网络合作 未来会更进一步朝前端 心灵的复原 及亲子教育介入的方向做努力 预防孩童再调入家暴的深渊 大爱新闻 宣传科兴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